我們今天聊的是美中兩個霸權戰爭 最終是一場 中國夢跟美國夢的角逐之爭 不過對於很多台商跟中國富豪來講 錢出中國才是錢 錢沒有離開中國未必是錢 而且老王事實上 台灣對中國的投資 也因為一場貿易戰 確實有所調整跟影響 對其實從這張圖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不要再恐嚇大家說 這個什麼中國是我們很重要的市場 然後我們關係很重 其實從這張圖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台商台灣人 在中國的投資比例 是早就在節節下降 其實最重要的大陣的時間 在什麼時候 是在2008年馬總統當選之後 這個對中的投資 來到一個相對高峰 可是之後就慢慢一路再往下進 尤其是我們這個蔡政府上來之後 這整個對中投資是往下 那就是2018年 因為2019年還沒出來 相信2019年一定更少 所以就代表說 我們跟中國的這個瓜哥 就越來越脫節 相對的關係沒有那麼嚴重 這代表我們打個唱 這個佔比最高你剛剛整理給觀眾朋友分享的是08年的70% 那他的分子是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的總額 分母是台灣對外投資的總額 就等於說中國投資部位 佔台灣人投資地球部位的這個佔比 一個是中國 分子是中國 分母是地球 那對外當然很多啦 比方說美國也可以啊 南向也可以啊 好 所以最高的時候是70% 對 還有更高 後面還有更高 對 可是 對對對 我覺得這裡已經拉到80多% 就是說台灣每100萬出去有85萬是放在中國 另外15萬也許放在歐洲也許放在美國也許放在飛玉賓越南 這真的很誇張 然後呢 其實呢161718早就逐年下降 那18比較新的數字就是每100萬出去的投資約莫37萬在中國 那意思就是說還有另外63萬 他可能是在我剛點名的菲律賓啊印尼啊美國啊歐洲啊都有可能啊中南美洲都有可能 所以等於就是說台灣對外的投資長期以來依賴中國或者集中中國的趨勢就是一個下修的趨勢 所以你要感謝這個蔡政府因為這一張圖表我們如果我們現在是存在在2008年之後那幾年跟 中國的投資有超過八成的掛鉤 那我們去年的下場可能就會像韓國像德國一樣因為我們過度依賴嘛 可是剛好我們之前已經快速的下修我們是下修到三成左右 原本是八成現在已經到三成所以變成中原貌幣一開打我們依賴沒有那麼大 反而我们就得到利益 而不是受伤 我们现在再看下去 这个回来的大型台商 其实我们讲过 华信立华已经把这个 在大陆这个同条事业给砍掉了 对就不做同条了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 对很干脆 大姐很干脆 然后再来就看这个特立集团 特立集团我们这个节目也讨论过 他就把相关的一些零售 主要就是大陆的房市卖不好 所以相关这种卖房市 这种零售的当然就卖不好 预计把所有的店家 在今年会全部关闭 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下面 我们常常讲传产 因为有时候在台湾 可能牵涉到环保法规 比较不容易回来台湾 会在大家观念 好像会留在这个中国 其实不见得 你看中刚 这其实是下面他的子公司 中刚go 已经把这个昆山 这个厂结束掉 全部在中国投资都cancel了 就代表他现在 从来都没有在中国投资 那我们说句玩笑话 如果今年中刚跟中刚go 开始股价往上翻扬 那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我们再往下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个 下面这个是国产 这做水泥的 一样也是要结束 这个中国的业务 所以你看到很多船厂 也开始回来 那我最优 最更重要的是右边这个 是面板厂哦 你们大家知道 这个台商回来 这个台湾投资 最大笔金的是谁吗 就是我们这个群创 701亿啊 这破纪录啊 第二名是谁 群创哦 对就是群创 第二名是谁 郭董的群创哦 对 所以郭董一边选举 一边拼总统 一边拼总统门票 一边搬离群创的投资 而且你要注意 这群创宣布 要回来投资的点 是在台这个中国刚 中国之前有的会台 31条 可是这个他在 11月份的时候 推出一个会台 26条 就加码哦 就加码没多久 群创就宣布 我要回来 告诉大家说 其实中国 你是留不住台商的啦 那代表你就知道 这情况有多险峻 大家就算你 多少条给我 我还是要回来啦 我打个岔 郭董的身体 郭董的钱 很诚实 就说 还是要回来 那个北京啊 台办啊 推了一个会台政策 但是郭董的钱 郭董旗下的群创 就有700多亿 在台湾的投资了 对 那友达也是啦 我们第二名的台商回台金的 就是友达啦 400多亿 所以你会发现 两大这个面板厂 全部都回流 你就知道这个 我们台湾 他们看中的这个商机在哪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刚才讲这个回来的部分 我们看在去中国 那去中国的部分呢 过去几年啊 去中国包括网警集团啊 还有这个瓦城啊 还有这个85度系 这个九二共识的 你可以发现 过去其实有赚钱 2017年啊 这个网品还有1.5亿 然后2018年啊 这个瓦城又有赚钱 1000多万 2018年上半年 这个85度系 还有9亿多 可是到同期啊 因为这个全年的年报 要到今年3月才公布 所以我们是拿半年报来看 你可以发现 网品的半年报 只剩下102万 然后呢 瓦城已经变亏损了 任列 亏损600多万 那这个85度系 大幅缩水三分之啊 所以显然 你不要以为是 大英哥想说 这个中国人十级亿人口嘛 一人一杯饮料 还是每个人吃个一餐啊 我这个做吃的不会倒 其实未必哦 你看这做吃的这些产业 其实也都没有很好 代表他内需消费 也在衰退当中啊 好 那老王我再打个岔 台湾网品集团做吃的 有很多次品牌 大家都知道 那他们现在各式的次品牌 子品牌经营 然后这样的次品牌 也在中国经营 他们已经算是在台湾的 餐饮集团当中 比较有竞争力的 结果呢 弄了老半天 大半年 最后获利 102万 他把营业资金拿去赚利息 可能也超过102万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营业 周转的这个资金 在中国的部位 好 这个是王平哦 他不是nobody哦 他是一个集团哦 他也不是一个卤肉饭 小吃店哦 好 再来瓦城 瓦城在台湾很多餐厅 很多连锁店 所以台湾的观众应该也很熟悉 那瓦城呢 搞了老半天 一整 三半年 一个大半年 赔了600多万 那就做辛酸的啊 还赔 对 没有 做创造就业机会 还有创造房东的房租利润 对对对 因为这类的餐厅 他的面积要比较大嘛 客人要坐下来吃嘛 对 然后房东收租都是很稳当啊 对 我跟你保证房东收租金都比他们获利高嘛 对不对是这样嘛 85度C也半斤八两 85度C有认九二共识 但是认了老半天缩水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也跟国民党的得票很像 就是有认九二共识 还还没挂 认了就挂了 但是有认九二共识 获利直接这样子等于打三折 所以你说你认九二共识 其实对岸的人民也不见得买单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嘛 不是说你认了 人家就买单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 我们看股价就好啦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教授 提供很多科技业发大财嘛 那你看这个有去中国发展的这些食品业 你看这个股价 这个都几乎在破底边缘 这个今年台股是创下二十九年的新高 这些股票 如果去买他的话有创新高吗 没有 对啊那你说这个食品难道不好赚 没有 只是他的市场的问题 当中国市场的内需在萎缩的时候 其实你在这边做这个食品的话 你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发大财啊 好对我再打个岔 我再给观众朋友看嘛 现在就是美国队在我右手边 刚刚朱月忠点名了很多嘛 那你看这个股票走势图 蔡兰祖都看得懂 这支哪一直去啦 不知道去什么意思啦 对不对 那蔡兰祖也都看得懂 我左边的土板啦 这股票怎么一直落啦 都不知道要落什么意思啦 那这边是中国队 而且中国队他跟你说 我有十三亿人 每天都要吃饭 每天喝你一杯饮料 对 现在跟你说我有十四亿人 每天要吃饭 而且这当中还有人说 我任九二公司 快点来买我的面包 快点来买我的蛋糕 快点来买我的饮料 结果左边是虎类 右边是发大财 那老王刚刚前一段分享了 发财梦 发财梦在台湾 2019年最为鲜明 就是出口美国的发大财 而且台积电赚大财 那这一个台积电的某一些供应链 赚小财 相对于台积电比较小 可是对于很多 这一个关键的零组件 业者来讲也非常补 然后呢另外一个中国市场呢 很大的压力是过去呢 你觉得13亿14亿人口 每天吃不完发大财 可是呢一整年下来的结果 好像并没有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食品消费 接下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所谓传产的部分 是我们的造纸业 像镇隆永丰鱼 那如果我用这样讲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那镇隆就是这个春风面子 那永丰鱼就是我们的五月花 这些造纸厂其实在2018年一整年 在中国投资 全部不是本业全部都亏损 那你说那可能他们一会 像镇隆的话 他是有处分掉他的造纸厂 因为他觉得造纸做不下去 他现在在中国就只剩下紫器厂 他造纸全部处分掉之后 哎中国投资是有赚钱 可是他本业的部分 2018年13加全部都是赔钱 包括龙城都是赔钱啊 但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一个限费令啊 就是他限制外国的废纸原料进口 可是这对纸厂是重要的原料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纸厂要怎么生存 那原料不能在进口对不对 他有个限定的配偶 其实刚才关姐跟这个汪汪大哥提到 提到什么 这个叫做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件事情发生在造纸厂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你那个外面进口的外国废纸 对不对 他还是有一定的数额 可是他会分配给谁 分配给他国内的几家大厂 我们台湾的三家完全没有被分配到 那你就怎么办 你就只能回去跟中国的厂商 有生产废纸原料的去跟他买嘛 那他们就水涨船高 因为有替代性嘛 所以他就涨价 那涨价你的成本就往下降 所以说你在我们中国台湾厂商 如果你去台湾厂商 你去那边的话 其实你不要只是看到利润 有时候在不公平的游戏规则里面 你看到大笔 但是你完全赚不到 所以这个是造成也明显 那阵容的话 你看这个股价也是大跌 大跌原因 就是主要我刚才提到这个限费令 那跌下来之后 你要注意哦 董事长有讲哦 六月份他可以股东会 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要回来台湾 开始 我们早就回来台湾了 然后未来要加满越南这个地方 这要讲好人家说早就回来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去 这个是我们的 呃比较常讲到 育龙跟这个中华车 中华车 然后他们这两个都是投资这个 纳智杰 你可以我看看那张图 右边那一个 是相关纳智杰的 包括这个华创车店嘛 还有这个台湾纳智杰 还有那个中国纳智杰 对没错中国纳智杰 这三家 你看上半年 已经赔了多少 100亿 将近100亿 光这参加跟纳智杰有相关的 包括中国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亏损金额 所以造就我们看一下 100亿很多 他的财报揭露 赔了100亿 那上半年100亿 下半年也有可能等比对称100亿 所以我上次就说 上玉龙今年 其实上半年有一段大涨 大家看到玉龙 结果就在我们这个董事长说 我要继续支持 我这个纳智杰研发 股价在跌 因为大家真的会吓傻 看这个股价大家看到 左边玉龙真的今年有大涨啊 可是就在于 这个要继续研发纳智杰 纳智杰 财报真的不行 那中华车呢 是因为有投资这个玉龙 也有投资这个华丧车店 跟纳智杰有关系 就一路点 可是有趣的是下面这个 这个是玉日车 其实也是玉龙集团 那为什么他股价可以一路涨 其实他是所谓的Nissan 就是在台湾卖Nissan 他一个重点是 他没有投资到玉龙 也没有投资到这个纳智杰 所以他股价就一路往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明显 那因为台湾 我打得岔 所以我们可以来解读 玉日车就是单 单纯的台湾 台湾市场 卖得好他就水涨船高 但是销售当然没有年年涨了嘛 销售有的时候有起有落 但是他至少是一个持稳的状况 那去年整体的状况也还OK 但是他的母公司 就不是这样的状况 而且我要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不是玉龙集团 这是荷泰车 今年Rawful跟Artist卖翻 就卖台湾的 股价也是翻倍涨 这700多块 所以是下市 所以你说车市是不好吗 没有耶 只有少数比如说在中国 因为被中国车市给拖累的 这些厂商 这些台商才会受到拖累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像这个 这个风翔KY 他就是做汽车零组件的 他的很大资产 很大的营收 都集中在越南这个地方 很少 几乎没有布局在中国 你看他的股价 今年也是一波大张 所以各位 如果未来你要挑股票 叫台仓八大财概念股 你就要尽量去找 尽量没有在中国营收布局 我觉得会比较OK 就是台湾的股民要挑股票 要去中化 不再是像说以前 就中国比重越高的 他事实上遭受到的影响越大 那除非他是很少数有利基可以生存的 关键您组件